从刘亦菲出道开始,关于她的绅士的各种传闻就没有停取过,特别是她有一个富豪继富的说法,更是大家谈论的焦点话题。日前,刘亦菲身后的这个神秘男人终于露面了。 当天,刘亦菲顶至北京夜晚零下五度的低温,为金宝街上某酒吧的开业庆典捧场。不过以前参加活动,一向高调试人的刘亦菲,这次始终躲在人群后面,不肯上嫌。 而以前时常陪伴女儿一起参加活动的刘亦菲母亲也不在身边。 但是没过多久,我们就发现有位中年男人始终待在刘亦菲身边,同时又刻意和她保持一段距离。 这位男士的出现让在场媒体联想到之前曾有报道指出,刘亦菲有一位神秘的富豪继富。 就在记者想上前求证时,刘亦菲却和这位中年男士不等酒吧前才开始,就驾车匆匆离去。 之后记者从该酒吧的某知情人士去得知,陪伴在刘亦菲身边的男士名叫陈金飞,身家数十亿,正是之前报道中所说的神秘富豪。 只是陈金飞并不是刘亦菲的继父,虽然刘亦菲喊她干爹,但实际上她也算是刘亦菲的经纪人。 令刘亦菲一举成名的金粉饰家天龙八部等电视剧,就是陈金飞为刘亦菲砸众心结下的。 不过对于陈金飞为何如此帮衬刘亦菲,外界却一直没有答案。